二股衝突 全球股市是全面重挫 不過九號 臺股跌升反彈 一舉收復萬七 中廠市收盤漲了一百九十點 收在一萬七千零一十五點 成交量是三千一百六十一億 博外資是連續第六天的賣超 累計金額已經超過兩千三百億 今晚會主委 黃天目就信心喊話 強調短期波動難免 但是臺股的基本面良好 另外如果出現臺股非理性的下跌 臺股近期三天 累計下跌上千點 有立委認為幾乎可以認定是股災 不過九號臺股跌升反彈 盤中漲超過兩百點 雖然多空交戰 不過中廠仍收復萬七關卡漲一百九十點 中廠收在一萬七千零一十五點 成交量三千一百六十一億 個股的部分 電子股台積電漲 漲幅百分之零點八 聯電漲百分之四 另外航運股 榮運 智信與中貴都飆漲停 國安基金操盤手財政部次長阮清華 澄清 並未收到護盤的指示 不過近期臺股成了外資提款機 九號賣超三百一十八點二億 以連續六天賣超 累計金額超過兩千三百億 但投信卻是逆勢操作 三月都是買超 累計買超金額兩百二十九點五億 因此由立委質疑 進場 互盤的時機不對 公股銀行的資金全進了 外資的口袋 不過儘管會主委黃天木 信心喊話 強調台股基本面良好 呼籲投資人理性看待臺股 至於二屋衝突持續擴大 儘管被統計 國內的金融機構 曝險金額超過兩千億 而其中以保險業的金額最多 達一千三百八十二億 都是投資在俄羅斯 主要是以債券為主 但強調只佔國內保險業資金的百分之零點四六 影響不大 另外銀行投信投資的金額佔比也不大 不過有立委指出 雖然國內的金融業影響不大 但部分的中小企業出口工具機到俄羅斯 佔公司資金的規模約一到兩成 影響不小 財政部表示 如果出現資金周轉問題 會提供貸款利息展延協助 記者黃立委陳昌維 台報導